B恋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 和演艺圈和娱乐圈沾边非常近的话题 我们知道内地有几个综艺节目 比如说我是歌手 乘风破烂的姐姐 现在在播的披荆斩棘的哥哥 让一些曾经当红的艺人 现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艺人 重新焕发了生机又翻红了 那么在区块链圈NFT 也是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NFT也让很多演艺圈 曾经淡出我们视线的乐队 或者艺人重新翻红了 这次翻红还是连鸣带笠 连滚带爬 以迅雷不及掩耳道 铃儿响叮当之事 就这么红起来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要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一个非常知名的乐队 Kings of Leo的一首歌曲来了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就是这个淡初我们视线20多年的乐队 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那么它重新回归 重新上位 就是因为NFT技术 今年的三月份 Kings of Leo和Yellow Heart两个乐队 共同发行了一张NFT的专辑 这是世界上第一张 严格意义上完全数字化发行 并且NFT技术完全介入其中的 数字化的音乐专辑 那么因为这张专辑两个乐队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音乐人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 NFT会给音乐圈 会给音乐人 会给广大的音乐产业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在音乐圈的发展历史上面 最早的磁带 CD到最后的数字音乐 其实都是它互联网 带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展路径 我们从最早的一些随身听 walkman 到最后我们通过下载QQ音乐 腾讯音乐 Spotify等等这样一些软件 就可以在线听到我们喜欢的歌手 喜欢的音乐对吧 那么这也带来音乐发行方式 一些极大的改变 那么这两年随着疫情不断的影响 很多地方的演出都已经暂停了 音乐人们歌手们 也迫切需要从一些流媒体上面 来持续的获得自己的收入 那么大家看到像OpenSea 像Gateway 还有Rambo等等 这样一些NFT交易平台 又给NFT赛道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 音乐人也迫切的 希望在这一头分的一杯羹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NFT技术就像一个大口袋一样 它什么都能装 如果你装音乐进去 那它就是NFT加音乐 如果你装数字版权进去 那就是NFT加版权 你也可以装 比如说你的一些画作 也可以装上证书作品 都可以用NFT来进行存证 所以当NFT技术 一旦和音乐圈相结合的时候 很多音乐人从这里头 看到了新的希望 和新的音乐发行的模式 比如说2020年12月 加拿大著名的音乐人 乔尔托马斯奇默曼 成为了业界的第一个 走上NFT路线的大玩家 他拍卖了一套 名为Raze的收藏品 那么该系列不包括音乐作品 只只是艺术品 趣味贴纸 还有一些周边的物件等等 在晚些时候 它再次以8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In Titan's Light的单本的副本 仅仅是它的copy的副本 就售出了8万美元 很快的电子唱片公司 Monster Cat也加入了这个战局 以超过5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Varian制作的 电影的音乐原声带 而且Linkin Park的主唱 Mike Shinoda 以3万美元出售了一个 仅仅是37秒的一个音乐剪辑 叫做100th Stream 另外音乐人Shawing Manders 虽然没有发布NFT的音乐 但是通过销售音乐的周边产品 赚了大概60万美元 还有英国电子音乐舞蹈二元组 Discular在Twitch上发布了NFT NRG的一个音乐单品 NFT的版本迅速出售 盈利大概是6.9万美元 著名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Three Lau在出售了33个NFT作品之后 获利大概是1160万美元 这些收益应该说在歌手的疫情期间 或者说传统的这种唱片销售渠道上面 是不敢想象的 当然亚洲歌手也没闲着 也在跟进 阿朵就在个人的音乐专辑中 Waterno上面采用了NFT技术 把自己的专辑的封面和专辑的署名权 进行了NFT的拍卖 而且拍出了30多万的高价 另外在6月28号的时候 全球领先的数字音乐藏品的销售平台 iBox正式宣布 平台将推出音乐教父的首个音乐NFT 我的NFT在iBox上线 期待你能参加 See you there 并且同步发起先锋音乐人计划 那么行业内的人都说 陶哲这一次NFT音乐专辑的发行 将会是亚洲音乐 或者说华语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到底NFT对音乐人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对音乐生态有哪些利好或者改变呢 NFT的加音乐之所以能够被音乐人 甚至于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们非常的趋之若鹜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防止盗版 我们知道之前在互联网上传播音乐的时候 我只要有音乐的音源 甚至于它的网址或者是种子 我就可以去下载它 甚至于复制和传播它 那么这对于音乐产品的盗版来讲 传统的数字发行的模式 其实在盗版是非常容易的 每个音乐人特别是越大牌的音乐人 每年花在音乐版权的维权 打击盗版上面的费用都是非常高的 越大牌的音乐人这个费用越高 甚至于达到数十万几百万美元不等 那么NFT就可以完美的解决版权确认的问题 比如说乐迷他通过NFT 购买了一首音乐的播放权利 那么只有拥有密钥这串合约代码 才能够享受这首歌曲的播放权利 如果你购买的是连同版权 和它的附加产品一起的 那么只有拥有私钥的这个人才有交易 或者说让渡他的一个权利 而且在每次交易的过程当中 版权方或者说音乐创作人 都能够在这里头分到他该得的受益 所以版权确认打击盗版是NFT加音乐 最为受人关注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一点 NFT加音乐之所以会那么吸引音乐人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可以改变现在为止 音乐圈被三大唱片公司华纳 索尼和环球所掌控的 这个局面 大家知道这三大唱片公司 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音乐产业 11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局面 基本上音乐创作人要想拿到自己的版税收益 要在制作人唱片公司分销商等等 这些环节都分完利润之后 创作者才可以从其中分到一点点 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收益 而且这个过程时间很长 流程非常非常的繁琐 那就像今年的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二月份Linkin Park的联合创始人 Mike Shinoda 他通过NFT就赚取了1万美元的收益 他自己说 他说即使我将包含整个歌曲的完整的版本 擅长到DSP就数字的流媒体平台之后 那么扣除DSP 扣除产品公司的营销费用之后 我的收入也永远不会接近1万美元 那他这一回卖出的NFT 仅仅是他的一个NFT周边的一个衍生品 还不包含音乐版权 他就可以拿到1万美元的收益 这对于音乐人来讲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过这也提醒大家 音乐人在发行和铸造你的NFT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你的NFT 到底包不包含音乐的版权 还说只是它只是封面的一个所有权 或者是署名权 或者是你收听收看的一种权利 在发行和铸造它的时候 大家就要把交易流程写在智能合约当中 每一次交易买卖 我要分取多少的比例 那么获得NFT的作者 他能够获得始卖的权利 这个在铸造它的时候 音乐人就要考虑清楚 那么第三个原因 NFT当然可以增加歌手的收入 除了你卖出它的时候 可以获得一次性的收入之外 在每一次的交易环节当中 歌手创作者都可以永续的 在NFT的一手环节当中 获得一个永续的版税收益 比如说我设定了 我在我的NFT发行的时候 每次买卖我都要从中获得10%的收益 那么在歌迷也要粉丝 在不断的交易这个NFT的流转过程当中 音乐创作人 版权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带的 从这个交易当中 获得一个稳定的一个管道性的收益 但是这又提醒音乐人 在发行和铸造你的NFT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一点 就是我发的这个NFT包含了什么 包不包含音乐的版权 包不包含它的衍生品 或者它的某种权利 在每次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要不要分取这个收益的比例 分取多少 这个都要在智能合约当中 一次性告诉粉丝都要写清楚 如果你不写清楚 那么以后的收益可能就跟你无关了 比如说今年4月份 芝加哥的说唱歌手 Taylor Bennett 就通过这个bluebox将单曲75%的版权 直接售卖给了粉丝 自己保留了25%的版权 也就是说在每次这个音乐作品的NFT 在进行交易和流转的过程当中 Taylor Bennett都可以一直从 这个专辑的销售收入当中 分得25%的收益 而且这个收益是及时到账的 交易它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个收益 通过智能合约 直接打到你的代币账户 非常快速 那么第4个原因就是NFT可以帮助音乐人 直接链接到他的粉丝 就点对点的进行交易和沟通 不需要再经过唱片公司 出版社发行机构 经销商等等这样一些繁琐的环节 我发行一个NFT 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讲过 SNFT对吧 可以无限次拆分的NFT的这种作品 那么我发行NFT或者SNFT 我就可以让我的粉丝获得直接性的获得我的音乐作品 我可以直接向粉丝进行销售 甚至于我可以绑定我的音乐会的门票 我的周边产品 用NFT的数量来确认粉丝对我的喜爱程度 或者说你是不是我的忠实的粉丝 都可以通过NFT来直接和粉丝进行确认和沟通 这也是对音乐人来讲史无前例的一个创新 那么第5个NFT给音乐人带来的变化 就是大家不用再当心黄牛党来倒卖售卖 他的演唱会门票了 假设说歌手在开演唱会之前 都能用NFT数来发行自己的门票的话 那么我相信黄牛一票难求 所有的歌迷都可以通过NFT 链上确认的方式 用自己的NFT扫码进入这演唱会的现场 甚至于你的NFT的权限越高 你能够优先购买演唱会前几排 甚至于优先上台和歌手互动这样的权利 都可以通过NFT来确认和实现 这对于歌手来讲真的是一个既有技术的进步 而且又能够简约的简化 他们和市场的沟通环节 能够保证他们利益最快速实现的 一个最便捷的方式 那么刚才我们就在说的是 NFT技术对于整个音乐产业 或者说音乐创作人的利好 可是对于歌迷来讲 我们消费者来讲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去购买NFT的作品呢 那么首当其冲第一点 当然是NFT作品 它的新奇性 以及刚刚推出的时候 这种羊群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现在Yellowheart 他们推出来这个NFT作品当中 你只要花50美元的价格 除了提供电子的专辑的下载权限之外 还会获得限量版的 惊艳的黑胶唱片的实体的版本 以及一张独一无二的NFT的收藏品的一个专辑 那么除此之外 在NFT yourself的系列当中 King Savolino还推出了6张的金色门票的拍卖 那么拍卖到门票的粉丝呢 可以终身的享有这个演唱会 乐队演唱会前四排的座位 终身享有啊 这个对于歌迷来讲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 另外呢 这个金色演唱会的这个门票 可以通过NFT技术 直接发到乐迷的钱包当中 你都不需要再去获得了 手续非常的简便啊 这个对于乐迷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 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第二个原因粉丝们追捧NFT产品的 一个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它的稀缺性 我们知道呢 每一个NFT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吧 那么粉丝们当然希望得到他们偶像 或者idol的独家的数字产品 数字艺术 或者周边衍生品的一些权利 而且呢 你可以拥有了这个NFT之后 可以付少量的费用 无限次的反复的收听 这个数字音乐的一个版权 那么而且呢 还可以在交易这个版权的过程当中 让粉丝也能够分得这个产品的一些收益 这对于拉近和粉丝的距离来讲 是非常有价值的 甚至于有一些非常忠实的粉丝呢 在除了拥有数字的NFT之外 他们也会想要再拥有偶像的这个黑胶的实体的这个唱片的版本 那其实这个NFT的这种限量发行的模式 和这种产品的限量版本 原则上是共通的 比如说这个潮牌Spring 它发行了很多限量版的这种T恤 那在很多这种年轻人当中 粉丝群体当中 造成了这种一件T恤难求的这种效应 其实NFT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前制药公司CEO Martin 就曾经为武丹派的唯一的一张专辑 叫做once up on a time in少林 花费了200万美元 真的是一个天价 而且英国的DJ叫Silk 一张不起眼的单曲名叫Discourse 那昂贵的一张黑胶唱片 你知道卖出了多少钱吗 卖出了4万美元 那当然最后一个广大的粉丝朋友 投资艺人的NFT的理由 就是他可以赚钱 因为知道它的稀缺性和它的收藏价值 只要还在的话 那么NFT作品就会在价值上面 在时间的周期上面有一个提升 但是这种NFT价值的这种波动性 也给这种投资带来一些 风险上面的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在投资音乐的NFT产品之前 一定要确认第一你是真喜欢 第二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稀缺性能不能保证 第二个就是要看它的交易的场景 能不能极大的丰富 那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讲过的 这个NFT和音乐产业结合之后 会给现在的音乐生态带来什么变化 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 麦果想跟大家去聊一聊 现在为止 我们市面上能看得到的这些NFT的交易平台 或者说聚焦在音乐产业上 这一些NFT的音乐产业的平台 有哪些我们怎么去完赚它们 好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有价值 欢迎你点赞评论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新浪 或者是油管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建议 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